好,各位朋友,我们再来学习怎么样子把你想的中文很快地批,然后再讲成英文。 那各位,经过你的声音跟思考的先前的训练,声音跟文法思考训练之后,有了这两个基础,用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就会用了。 各位看到这里有一句中文,说那边有许多卖鞋子的电,那边有许多卖鞋子的电。 各位看到这句中文,要转成英文。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有,这么一个中文的意思。 在英文里面的有,分成有生命东西的有,跟没有生命东西的有。 如果是有生命的,比如说我有,这个猫有,那你就会用have,has。 但是如果是没有生命东西的有,比如说台北有很多的人,台北是没有生命的, 我们就会说,there is,there are。 所以各位一起记得,千万不要把have,has放到这个地方,说there have,there has。 这是绝对错误的。 有生命的,就说have,has。 没有生命的,就说there is,there are。 那各位,我们来看这句,我们说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当然是属于没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there is,there are。 好,那现在是附组型,所以there are,那边有,先把有字给涂出来。 各位,那边我们放在最后面,there,所以各位看到有两个layer。 可是这个地方是有的意思,那这个地方是那边的意思。 好,ok,各位有了,有什么东西呢? 好,很多的卖鞋子的店。 卖鞋子的,这是一个形容词的观念,我们先不要理它,我们先把许多店做出来。 many stores,有很多很多的商店。 然后再用我们的后面的东西来补充它,卖鞋子的,带出一个形容词词句。 形容这个商店,which sell,sell就是卖。 卖什么东西呢?shoes,shoes就是我们的鞋子。 所以各位,which sell shoes的,这样子的商店,在那个地方,layer。 所以各位这样说出来的英文,非常的漂亮。 很多朋友也许会认为说英文不需要文法, 可是没有文法的英文是一种非常不上场面的,是阳极方的英文。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句,there are many stores, 许多商店,或去sell shoes,在卖鞋子的商店,layer。 所以lerafollow英文法真好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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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顶ff虑。